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能源汽车技术 汽车制造与实验技术 汽车电子技术 汽车智能技术 无人机应用技术六个专业 其中 央材重点支持建设专业一个 教育部首批宜家X证书制度试点专业三个 接下来 我带大家参观一下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实训中心 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实训中心是由学校与一汽大众 广州本田 吉利汽车等汽车龙头企业 可作共建的 建有汽车技术实训中心 整车性能与新能源汽车实训中心 智能汽车与车链网应用开发中心三个中心 八个实训室和一个博士工作站 建筑面积近4000平方米 投入资金1500余万元 本中心将AR、VR、3D仿真技术与国家级教学资源库融入教学 围绕汽车智能网联技术、无人驾驶技术、远程故障诊断技术等汽车产业高端 依托博士综合分析仪、无人机非控开发平台、智能蓝牙诊断检测器等先进设备 打造生产性实训场景 体现职场化加信息化的现代指教理念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接下来我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的实训中心 这里就是我们的一气大众汽车技术实训室 本实训室是我们与一气大众校企共建 大众为我们捐赠了库卡机器人、变速器等价值600余万元的教学设备 校企双方共同制定实训方案和计划 企业定期派技术人员来校指导实训 将企业最新的技术、工艺和标准引入到实训中 每年有100余名学生到一气大众实习就业 年薪达到10万元以上实现了高质量就业 实训室面积205平方米 共有30个工位 面向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汽车电子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 主要培养学生大众车系整车故障诊断及排除技能 实训室先进性包括 第一、实车故障设置、电脑端学生同步检测 第二、教学诊断软件实现大众技术中心远程升级 第三、前沿汽车技术厂家同步分享 第四、博士检测软件动态数据采集 第五、3D、AR技术与实车检测相融合 这里是汽车发动机技术实训室 本实训室面积205平方米 共有36个工位 面向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汽车电子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 主要培养学生汽车发动机装配、调试、检测和维修技能 实训室的先进性包括 一、模拟真实运行的美系、日系、国产车型发动机运行工况 打造真实检测场景 二、配合智能化考核系统、动态采集发动机数据 三、实信台面板电路图直观可视化 四、配备可设置故障的平板电脑、故障设置无线化 借助于实信式资源 校企共同开发了汽车发动机构造与检修、汽车机械制图等 十二五国家规划教材三部、十三五规划教材两部 其中汽车机械制图荣获首届全国优秀教材二等奖 这里是我们的无人机技术实信式 本实信式是与大疆创新校企共建的 大疆创新捐赠了物系列、玉系列、精灵系列、直保机等 价值三十余万元的教学设备 校企双方共同制定实信方案和计划 企业定期派技术人员到校授课 将企业最新的技术、工艺和标准引入到实信中 本实信式面积155平方米 共有34个工位 面向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 主要培养学生无人机装配、驾驶和维修技能 实信式的先进性 1. 先进的无人机模拟飞行软件 可实现电脑端模拟操控飞行 2. 配备各种类型无人机实物 可实现各类型无人机操作作业 3. 模拟智能汽车改装 打造汽车智能化前沿技术 4. 提供无人机飞行训练场 具备职场化无人机运行环境 这里是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实信式 本实信式面积205平方米 共有36个工位 面向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汽车电子技术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专业 主要培养学生整车检测和综合故障诊断技能 依托本实信式 师生参加汽车技术大赛 教师教学能力大赛 荣获省级以上一等奖三项 二等奖八项 立项市级以上课题二十余项 申请专利三十余项 实信式的先线性包括 1. 采用最新款麦腾轿车 先进整车控制技术可视化 2. 依托智能网联交互式平台 可实现整车动态数据采集 3. 检测设备与整车无线连接 使整车检测可视化 4. 实车模拟故障 实景化汽车检测流程 汽车电控技术实信室位于A113市 面积205平方米 共有36个工位 面向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汽车电子技术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 主要培训学生汽车电控系统的检测 青年技师培训1000余人赐 服务区域行业产业发展 实信室的先进性包括 1. 整车与发动机电控 灯光 舒适等实验台相融合 教学成果直观化 2. 无线检测技术与汽车设备相结合 实车检测远程化 3. 电脑端虚拟检测与实车实信台检测相结合 教学方式多元化 4. 配备智能化电脑控制端 实车故障设置简便化 新能源汽车技术实信室位于A111市 面积205平方米 共有34个工位 面向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 主要培养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能 依托本实信室 师生参加省级新能源汽车技术大赛 荣获教师组学生组 一等奖三项 二等奖五项 完成国家级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 教学资源库子项目一项 立项省级汽车节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 市级电动汽车重点实验室一个 市级节能减排研究中心一个 实信室的先进性包括 1. 配备D豪EV450 纯电动汽车的无损检测系统 采用最先进的WiFi技术 2. 将检测设备与整车完美连接 可实现无线动态可视化整车检测 3. 新能源汽车专用解码器 配备先进智能蓝牙诊断技术 4. 首创WiFi无线智能化系统 可实现汽车远程诊断 远程演示及远程培训 5. 采用最先进的虚拟现实技术 3D眼镜和头盔 操作手柄 打造3D新能源整车操纵平台 汽车底盘技术实行室位于A110市 面积205平方米 共有36个工位 面向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汽车电子技术 新能源汽车技术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专业 主要培养学生汽车底盘制动系统 转向系统 行驶系统 即手动 自动变速枪 等部件检测与维修的技能 依托本实训室开展首批 1加X证书制度试点 截止目前已完成 汽车运用与维修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培训考核300余人次 校企共同开发 汽车底盘系统检修 12.5国家规划教材一部 13.5规划教材一部 实训室先进性包括 1.电子试药板动态展示 自动变速箱控制原理 2.无线检测电子差速所 常见故障 3.3D仿真EPS和ESP工作原理 4.可实现动态数据检测 ABS和EBD偶发故障 这就是汽车工程系的人才培养环境 欢迎大家参观学习 2.3D仿真EPS和EBD偶发故障 2.3D仿真EPS和EBD偶发故障 2.3D仿真EPS和EBD偶发故障